我们接下来还想请问翁教授 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 当然还有我们最近讨论很热门的电动车市场 最近土耳其宣布 将针对中国大陆进口的所有车辆 要加征40%这相当高的关税 而且传出欧盟也决定要跟进 但这样真的能够阻止中国大陆电动车 出口海外的低价割喉站吗 翁教授您又是怎么看 是的 恐怕任何的关税的限制都没有办法阻挡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往海外输出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在电动车市场上 或者是在电池市场上 确实它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因此向外销售 这是没有办法阻挡的趋势 但是就是因为这股没有办法阻挡的趋势 各国才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采取关税 增加关税的措施 我们必须先以土耳其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做分析 其实土耳其在2023年就已经增加了 对于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增加40%的关税 这一次再加的是additional 也许再增加40% 基本上是7000块以上 7000块美元以上 来做一个起跳增加关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从2023年第一次增加40%的关税 土耳其当时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时空背景 是土耳其自己第一款电动车 TOGG TOG 这一款土耳其自制的国产电动车上市 为了要保护国产电动车 所以打出了增加对外国电动车的关税 那当然最大宗的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所以当时就已经加了40%的关税 现在比较有趣的是 可能也必须要从关税的这个政策 跟土耳其国家的整体的国际经贸的战略 来做一个交错的来分析 因为就在土耳其推出第一台电动车之后 土耳其不断的去思考的是 根据土耳其的地缘位置 他在欧亚大陆的交界地带 土耳其一直认为 如果自己可以成为电动车 或者是电池产业的一个欧亚交错的枢纽 他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电动车的公司 或者是电池的厂商在土耳其设厂 他对于土耳其的经贸发展 会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所以土耳其这几年都一直在跟世界各国 当然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公司所谈的 都是一起来合作 甚至是合作来挂新的品牌 成立新的电动车的公司 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跟比亚迪 以及奇瑞汽车这些公司 都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会面 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进展 想要做的就是要鼓励中国的电动车公司 在土耳其投资 而且以土耳其的名义 合资来进行公司 如果中国电动车公司 愿意跟土耳其合资 那么这40%的关税就不会是问题 换句话说 土耳其政府采取这40%的增加关税 或许某种程度在战略上 是希望能够把外国的电动车公司 或者是电池产业 拿到土耳其来做 在土耳其在地生根 在地发展 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环 从这种角度来考虑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推动 所谓的电动 对电动车来进行关税的 这个政策的同时 我们在台湾思考的 恐怕也是可以来看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看到的是各国在用关税政策 不仅是保护自己国内的 某种特定的产业 某种程度也在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让其他的国家 如果真的要投入该自己本国的市场 就必须要在地化 必须要跟在地的企业合作 来拉抬在地的企业 这些是整个国际政治 在策略上分析的时候 大家不能忽视的部分 否则只看到40%的关税 直接连结到好像是竞争对抗的关系 可能只看到了一个面向 而忘记了 有些国家利用关税政策 其实是在促进自己国家的经贸发展 好 确实 所以这个产业在地化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还要来关注的是日本政坛了 根据NHK的公布最新民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支持率 只剩21% 创下他就任以来的新低 面对接下来将举行的冲绳县议员 还有东兴都知事的选战 党内的逼宫声浪 要请教翁教授 您认为岸田还有扳回的可能性吗 我们说扳回什么部分 扳回民调恐怕难度是很高的 就如同例如主播所说的 NHK或者是日本 近期做的民调对于岸田内阁 事实上满意度都是很低 对岸田文雄首相自己本身 支持度也并不高 但是自民党他在日本政坛当中的 稳定的领先的角色 也就是执政权大概不会被撼动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执政权 这个政党 这个独大的政党 执政权不会被撼动 那目前的领导人 形象并不是很理想 当然就会出现党内 可能有人在思考说 那到底谁能够接任 可是目前在日本自民党内 出现的一个大的问题是 各个派系在之前 因为政坛丑闻的关系 各个派系的实力 其实都遭受大幅的打击 整个形象 各个派系的形象 也都不是非常理想 派系领导人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真的能够取代岸田文雄的 看起来在台面上 也没有太多的名字 可以来进行一些思考 当然也有人说 过去的前首相麻生太郎 会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或者是新的面孔 现在的外务大臣 上川扬子 可能也是考虑的人选 但是还是要了解的是 整个自民党 他在政权无余的情况之下 这些新的面孔 或者是新的人选 有谁真的能够超越岸田 来面对日本现在 包括了经济 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面 想要表现 可是同时又面对了国际 面对了国内民生经济的问题 迟迟没有办法 有所看到转环的契机 尤其我们知道 日币的大扁 日本的经济的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表现 非常良好 日本在全国 世界各大的经济体的排名 是不断的下滑 预计在2025年 将再跌落到第五名 调到印度之后 这些问题都是岸田要面对的 只不过在日本自民党 大家可能会思考的是 谁能够代替岸田 目前短期来看 派系之争 或者是派系之间的领袖 真的要超越岸田 取代岸田的 恐怕不是非常的明显 那岸田文雄首相 在未来 尤其在9月份到期之后 如果继续要执政 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 他都必须要严肃来面对 否则可能会造成的是 日本自民党内 也许有新的人 看到现在台面上的人 都没有办法有真正的领导力 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 这个时候日本自民党内 会不会出现一些内讧 甚至是纷乱 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